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童和卫老师 今天是2019年的 这个2月15日 星期五 那么今天讲的这节课呢 我们要讲讨论的是 所谓的房地产贷款这个专题 在中英文课本的是 第八跟第九 那么由于这两个 chapter呢 内容比较多啊 当然我们还是会提供那个 outline summary给各位 但是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因为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为了讲课方便呢 我们会按照中文本的 这个编排方式来讲解 那么在我过去的教学的经验里面呢 关于real estate finance 当然它的内容是比较多 而且困难程度是比较高的 但是同学考的还不是那么困难 所以基本上我也是建议同学 把上课的基本理论听懂了以后呢 听明白之后呢 把中文本看一遍 英文本呢再翻一下 把一些基本重要的英文单词 稍微对照一下 那么今天我们上课的时候 就不要再花时间去讲那个 summary了 但是同学呢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此外再提醒各位同学呢 如果在最后要考试之前呢 我们有很多考过的同学 他们很热心地帮我们整理了一些 他们考过的一些资料 那基本上我平常也不会发给各位的 因为有一些还是有些保密性的问题 所以一般同学能在考试之前 单独发微信给我或者是发line 或者是发email给我 我就把这些整理的东西 再给各位去做一下最后的参考 那么此外我再跟同学提醒一下 关于房地产贷款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另外的单独的考试啊 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呢 你们拿到的这个房地产执照以后呢 考过以后再单独来跟我联络 因为在我们加州来讲呢 作为房地产经纪人 如果你愿意的话呢 你可以再通过 透过另外一个考试 你就有机会去做房地产贷款 那么可以多增加一些工作或收入的机会 那么我们加州呢 没有单纯的房地产贷款的执照 那么基本上做房地产贷款呢 基本上就是要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人之后 你有兴趣的话再来专门考一个试 那么考过以后呢 你在加州房地产局 你就有一个多一个编号 那个编号呢 就是能够让你能够再去做房地产贷款的这个业务 所以提醒各位同学 如果你对于房地产贷款这个业务啊 有兴趣或者说想增加一些 自己将来就业工作或者收入的机会的话呢 当你们考过了房地产执照以后呢 再单独来找我啊 跟我来联络 来教各位怎么去 辅导各位怎么去考这个房地产的贷款啊 那么关于这个房地产贷款呢 我们在讲课之前呢 我稍微跟同学稍微提示一下 因为这内容很多啊 所以基本上来讲 你还是要有个稍微有一个结构啊 或者一个架构啊 一个structure来学啊 那么比较学的会稍微明白一点 那么基本上我们就假设各位 今天你成为那个房地产贷款经纪人的话 如果你的客人来找你做贷款 你要怎么很快的能够知道 这个人贷款通不通的过呢 你就有三个c啊 我们就记三个c 那么我现在讲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做一些概要讲解 那在当课本里面 或者是outline里面也找得到啊 但是我们现在先暂且 先不要跟着课本的那样来做 我就先跟同学介绍一下 什么叫三个c呢 就是满足了这三个c的条件之后呢 这位客人呢 大概贷款是通得过的啊 所以所谓的三个c呢 第一个就是要做房屋抵押 那个字叫collateral 那么这个字呢 我们待会再看啊 collateral啊 抵押的概念啊 collateral C-O-L-L-A-T-E-R-A-L collateral 那么这房屋抵押的概念 也就是说一个房屋贷款呢 基本上要有一个有价值的房屋来作为抵押 那么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抵押的价值呢 房屋的价值呢 它的总价值呢 80%可能可以拿来作贷款 所以大概如果说经过了估价式的评鉴之后呢 这个房屋的试价 有一百万的现金价值 那么基本上银行可能会呢 愿意借80万给你 这个比例呢 又叫做LTV Long to Value 所以第一个字呢 是collateral的概念 待会我们还会继续来讲 那么第二个概念呢 就是说这个人要有还债的能力 就是capacity CAPA capacity CAPA capacity 它有还债的这个能力 那么基本上就是要按照这个人的收入来做一个调查 所以大比方来讲 这个人的一个月的总收入有1万块钱 那他如果说房屋的这个 在房屋上面的这个 每个月的payment呢 有3000块钱的话呢 这个比例呢 叫做ratio RATIO 叫做收入比例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 我